欢迎收看7月28号的百格五报 来关注国内重点新闻 上千人今天早上出席在吉隆坡苏丹苏莱曼俱乐部操场举行的集会 以捍卫穆斯林与伊斯兰反对承认独中同行文凭 以及抗议国家元首地位受到质疑 根据马来媒体报道指书 这场集会出席者超过了2000人 当中就包括了土著权威组织 大马穆斯林联盟等近400名非政府组织的同源 而这场集会刚开始45分钟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但突如其来的大雨并没有交袭出席者的斗志 仍有许多人在大雨中留守原地 根据了解这场集会的受邀言强者 还包括了前新闻通讯级文化部长莱士雅丁 有关的集会9点开始预计在下午2点结束 接着有政治消息 吉兰丹州土团党证实 该党正在积极拉拢一名来自丹州巫统的州议员 跳槽加入土团党 有望让毫无西蒙代表的丹州议会破零 根据新州日报坦西 这名准备过党土团党的是来自 丹纳美拉的瓜伊宝吃州议员 莫哈默巴克里 而土团党属理主席穆克里 明天中午将会在丹州马张县出席土团党的活动 如果巴克里心意已决 他可能会将由穆克里宣布入党 成为土团党在吉兰丹州的第一位州议员 接着来看娱乐新闻 韩国女团TWICE成员 昨天下午莱马 为原定明天晚上首次在沙亚南 美拉华地市内体育馆举行的巡回演唱会 进行发布会 但所属经济公司JYP娱乐 却在昨天晚上10点35分 在推特宣布 基于场地发生不客原因 临时取消了大马场的演唱会 大马主办方Amy Asia 今天早上也发出声明 由于舞台搭进因素 导致基地倾斜 在经过商讨之后 为了大家的安全考量 最终决定紧急取消演出 但他们也承诺粉丝会再带TWICE来马 根据了解 TWICE将会搭乘今天下午2点05分的班机 返回韩国 而今天早上约10点 已经有不少的粉丝聚集在 吉隆坡国际机场 为TWICE准备最后的应援 最后让我们来换个焦点 今天凌晨不晓得你是否有看到 跟以往不一样的月亮吗 雪色月全时 以及火星大冲两大天文奇观 昨天在夜空中齐齐上演 而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的月全时阶段 长达1小时43分钟 是本世纪时间最长的月全时现象 因此昨天晚上至今天凌晨 对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 以及天文爱好者来说 是非常难得的 而且跟日全时不同的是 月全时可以直接用肉眼来观测 并不需要特别的保护装置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